師傅,除了看十二生肖之外,有甚麼可以提點我們? 十二生肖,我們在說命的特性是看你容易發生了甚麼事 例如你有是非的話,有可能有一個好運的是非 原來你去告人,可以贏了夠錢回來也可以 我們最重要是看誰出生月乏出生,代表今年好運 例如? 例如,有兩個季節要特別清楚 如果你是本身,我們說新年5月5日出生,至8月7日出生 就是由納夏之後,至納秋之前出生的話 它本身的條命有很多火的 原來火旺大部分都是忌火的 今年隔五年就是木新火的年 所以大部分三個月份出生的人都在走水運 因為火旺,要怎樣呢? 總之有些新肖拿到很多吉星的話 其實他們不是看吉星,要看空星 空星是比吉星還要重要,因為它不算特別好運 但我們要怎樣化解呢? 原來火旺的人,尤其是三個月,不要用紅色的東西 紅色、紫色、粉紅色不要用,不要向南方玩 星馬、太、澳洲、紐西蘭用少些 去北眠,北京、上海、日本、韓國 用多些黑色、藍色、灰色的東西 逢到2014年5、6、7月 那三個月,各種東西移手、不移工、忍口 那三個月最好是什麼呢?洗牙捐血驗身 我們說這樣就可以化解宰 在火年,條命很多火在火的月份容易發生的事 有哪三個月份是特別好呢? 就是立冬之後和第二年立春之前的出生的人就會好 就是生日的11月7日至第二年的2月3日 就叫做賀月、紫月、醜月 條命水很旺,大部分都要用木火 今年又是木火年的話,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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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遇到好事 是的,大部分都遇到好事 尤其是旺什麼顏色呢? 他就反過來 旺粉紅色、紫色、紫色 大紅大紫的顏色就旺他 南方旺他 去多一些星馬太澳洲、紐西蘭 所以今年從親三個月出生的人 今年是非常好運 各種東西是可以出擊的 可不可以問一個副家的問題 如果你說在立東以後出生的三個月 即是本身是有好運犯罪的那些人 你說他是需要用到水 不是,他有很多水要用木火 他有很多水需要用到木火 但如果他們的命本身是火呢? 那怎麼辦? 都沒關係 是的,因為如果他本身是火 他在冬天出生,水有很多 水會黑著火 他一樣要去木去解決 讓水不黑火 都是好運的 那就是說主要都是五月至八月 現在可以說 如果你身歷五月至八月 今年是行衰運 如果你是身歷十一月至二月 今年是行好運 出生的人 沒錯 如果不是這些時間出生的人 那就沒關係 都不差的,平運